崔秘書長 還有我們的崔秘書長 還有黃副執行長 還有我們在場的朋友 大家早安 好 今天非常地開心 因為我們有待會兒會介紹 我們有來自日本的兩位的國際貴賓 也謝謝大家為了核電安全議題 來到現場的環團朋友 還有媒體朋友 今天我們有機會跟台灣環境保護聯盟 一起舉辦這場公聽會 甚至邀請到來自日本的 能登半島石川縣前議員 北野靖先生 北野靖先生在哪裡 可以帶在哪裡 在這裡 我們歡迎他一下好嗎 北野靖先生 還有來自飛河亞洲論壇 日本事務局長佐藤大介先生 佐藤大介 剛剛進來 剛剛進來這位我們野徒大長 歡迎他 Welcome to Taiwan 他會為我們提出建言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難得的機會 也謝謝博弈群辦公室 洪山辦公室 跟我們一起主辦今天這個公聽會 我想我自己在立法院 教育文化委員會裡面 這個議題我們才剛站過 因為國民黨有委員希望推動修法 讓核電演繹 我一直都講到 民進黨也一直是這個立場 就是我們討論核能 應該要有三個前提 第一個前提就是 他是一個高度科學 尊重專業的題目 民進黨推動非核家園 並不是宗教式的神主牌 而是基於對專業的瞭解 我們願意聽聽不同的聲音 但是如果沒有辦法保障 核能安全 核廢要處理 也沒有社會共識的話 那基本上就是 我們的政策就不會改變 也就是說該退役就退役 那我們在教育文化委員會裡面 針對國民黨的提案 他們要修正核管法 就是核子反應器設施管理管事法 那我們努力的用論述 說服大家 那也很高興就是成功的 讓他停止就是想要修法的這種討論 所以他們闖關的 雖然藍白在立法院是多數 可是他們闖關的行動 我們算是暫時擋下來了 但是暫時擋下來 不代表永遠擋下來 所以相關的專業的討論 一直都在 我想我們在座的環保團體 跟我自己從大學時代 我們都在像施老師 還有當年的張國老師 這些帶領下 一直都知道核電廠 其實有非常高的安全的風險 那今天工地會的主題 就是關於核電廠跟地震的風險 我們知道全世界唯一有高放廢棄物最終處置場的 其實就是芬蘭 那芬蘭呢 我馬上就要去做國會外交 有機會他也許會 為了過他的教育也很強 他的地質條件很好 跟台灣完全不一樣 他有18億年穩定的岩層 而且全國幾乎都不地震 相反的我們台灣的核一 核二 核三廠 離活動斷層去離街並不很遠 那甚至這些資訊 是當時在蓋核電廠的時候沒有被發現的 那核電廠在面臨地震的時候 安全性能夠維持就是一個很大的問題 那今天我們也有台電的代表 那台電自己在2021年提出的地震危害再評估 也指出核一 核二 核三廠的地動加速度值 遠遠超過核一 核二 核三廠 建廠的時候當時的防震係數 那三個核電廠的防震能力其實是堪憂 那我們的監察院在今年5月 也針對各核電廠的防震能力啟動調查 所以當台灣的核電廠遇到災難的時候 尤其是現在很多災難都是複合式的 如果交通要動都被阻斷 我們也沒有辦法順利疏散的話 這都是一個核能安全的問題 那非常期待今天能夠聽到日本前議員 北野金先生為我們報告 能登半島的核電廠過去發生地震的經驗 我們可以從裡面借鏡跟學習 那另外呢就是核廢料 那我在就是跟國民黨委員工房站的時候 也告訴他們就是 到現在我們都對不起男女人 因為從小英總統 更早以前安免總統都承諾過要簽出 可是就卡在沒有一個地方政府願意進行公投 願意移出也要有核廢料的最終組織廠公投 那經濟部在101年核定公告 金門烏丘跟台東達人 是低階放射性核廢料的建議候選長子 那可是呢這兩個縣政府都拒絕辦理 所以最近吳立華叫委員上我的直播節目的時候 他也講說 我們應該跨黨派的委員一起來思考 到底怎麼去處理 我們對不起男女人核廢料的 就是遷移的問題 那我想這個事情卡關20年無法簽出 那如果我們沒有辦法 處理男女的這個核廢料 那我們到底就是如何能夠進一步 面對這個核電廠的一個演繹 那當然那個是低階核廢料 那高階核廢料現在連相關的法規都沒有 我們剛講的那個蘭嶼的低階核廢料 還有法規 那至今對高階核廢料的最終組織廠設置 連法規都沒有 那更何況就是說 所謂的Clean Energy 歐盟的這些標準 他有一個前提 那很少被社會大眾認識到 就是要能夠處理最終組織帳 而且我看過他的那個英文的 就是說明 那你不能夠在你的國家之外 事實上我們也沒有能力在國家之外 因為你去評估之後 我想台電應該有經驗 那個費用就會高到 核電就再也不便宜了 那我也要提醒大家 核電現在被認為很便宜 是很多所謂的外戶成本 沒有被計算進去 我想這是一個蠻嚴重的問題 那台電在 這個這個 可能這個需要用釘的 對 好 不好意思 因為我們辦公室沒有在這個場地辦過公廳 也不知道 我們之前在那個中興大樓那邊的時候 都沒有發生過這個問題 這個就是告訴大家 這個人為的管理永遠都會有意外 不能假設每件事情都跟預期 這是一個很小很小的災難 那所以我們要談使用核能最重要的三個前提就是 核能一定要安全 核廢要能夠處理 社會要有共識 這才是我們對下一代負責任的表現 那很多人都不斷的說核能有新的技術 但是我跟核安會的主委也質詢過很多次 新的技術也到目前為止 都沒有辦法解決我們剛剛所講的幾個問題 就核安的問題 核廢道的問題 還有成本到現在為止也都還是很高 所以今天很高興邀請到兩位日本的貴賓 那我們也邀請到核安核能安全委員會 台灣便利公司 還有經濟部的代表來為大家進行回應 那也希望聽到我們現場很多朋友跟團體的聲音 那我想我現在就很快的把我們現場的貴賓 跟大家介紹一下 如果介紹到您的話就請揮一下手好嗎 我們現場在我旁邊的是施信明 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施信明創會會長 再來是我們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 現任的葉國良業會長 那我們現場還有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執行委員 林仁彬 再來 謝謝 他有個title叫 林仁彬之子的林輝徹 抱歉 我不知道為什麼是這樣寫 給他的字記 還有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 學術委員會召集人吳明泉 還有台灣環境保護聯盟的學術委員郭金泉 還有環境保護聯盟的學術委員郭金泉 還有環境保護聯盟的副名次長林學淵 還有環境保護聯盟的媒體專員楊慧敏 如果有在現場就舉一下手 還有環保聯盟的專員邱良淳 還有我們剛介紹過 北野進前議員佐藤大介日本事務局長 還有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秘書長崔素欣 綠色公民行動聯盟的研究員林振元 還有兩位日文翻譯鄭婉林跟李征慧 謝謝你們 還有公文電視的記者張戴萍 還沒有到現場 還有台灣滿野新竹生態協會的律師蔡雅瑩 也還沒到現場 還有剛你介紹過我們的前委員 台灣婦女團體全國聯合會的理事陳曼莉 也是長期參與 還有經濟部的代表 是經濟部中小級新創企業署的退休的李悅志 還有喬東喬西捷運報的記者李思華 還有歐志明助理教授 有些可能陸續會到 還有拆核四助經會的總幹事楊木火 謝謝您 野江花公民協會的常務理事陳雪玲 還有報導者的記者孫文林 還有茂蓉能源管理顧問公司的顧問王茂蓉 還有中央大學的陳鴻宇 還有定修公民基金會的副執行長黃靜庭 還有定修公民基金會的媒體公關主任陳雅基 歡迎 還有綠主張綠電合作社的理事黃淑德 還有台灣島永續發展協會的理事長劉志堅 還有台北市民政局的劉雲 那我好像剛剛陸介紹我們的官方的代表 我們核安會的主祕王崇德先生 今天算是核能安全委會的代表 那他們還有高組長核主任 然後吳檢任記證 吳記證然後熊記證都到現場 他是核安會的代表 還有台灣電力公司的林處長 他是核能發電處的林志堡處長 好謝謝你 他們還有副處長 還有兩位副處長 是核能發電處的核能技術處的副處長 還有核能發電處的組長 核能技術處的張組長也到現場 還有經濟部的代表是李中樹科長 謝謝經濟部 還有蘇嘉賢管理師 好謝謝大家 那要跟大家致敬一下 因為我今天同時有一個iPad的國際會議 必須代表民黨參加 所以我可能待會兒 大概九點半左右的時候會離開 那在我們開始之前 我也先請我們的業會長支持一下 你就用這個麥克風坐著也可以 好我們主席 親愛的這個歡迎委員 很感謝你來主持 還有我們施老師 還有貴賓 今天這個公聽會其實是非常重要 因為新政府上任之後 很多的這個永和反而 炒得會會養養 新聞媒體當然在談這個問題 當然我們站在反而的立場 也對一些企業界的老闆進行的緩駁 那當然那個總統我成立三個委員會 也就變成這個委員會 我從新的媒體看到的時候說 政府希望這個委員會 大家好好的討論討論 最後做政府的參考這樣子 那我記得那個 我們在4月多的時候 我們一定學者 包括我 我們去拜會賴總統的時候 光賀他那時候上任 他是有跟我們講說 他不缺電 不缺電 但是我感覺是缺綠電 是缺綠電 所以應該往綠電走 那何韓爾當然不是綠電 這是很重要的部分 那今天這個觀看會很感謝日本 兩位友人 就長期對他很關注 很感謝那個 北野進還有佐藤大進 很感謝你們來參與 也感謝我們的政府官方的代表 來做一個報告 還有環團的代表 就這樣子 那我 校還有行程 像去現場看 DL BIN這邊 這樣子 那我是很盼望說 這個部分能夠引起政府的重視 對核能到底怎麼樣 其實核能就很清楚 以我來看 我的博士論 我是政府電廠的 大概就這樣子 其實不用討論 核廢的管理問題 運轉也是很多的問題 不過 當然能力也是很重要的需求 但能力到底是缺什麼 當然是缺綠電 我的個人是這樣 好 謝謝 好 謝謝 謝謝業會長 這個發言也非常簡短 那我們就開始 今天的大家很期待的 我們就先請我們北野進 就是先生 可以上台這邊講嗎 然後他有翻譯是一起來嗎 北野進先生 我們就再次掌聲歡迎大家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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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好 我是來自日本的石川縣珠州市 今天很感謝大家 給我這個時間來這邊跟大家說明 首先一開始呢 我要感謝台灣的各位友人 在我們今年1月1號 能登半島大地震發生的時候 給予我們即時的援助以及捐款 非常感謝大家 我今天利用有限的時間 我要趕快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內容 私住在市下縣能登半島 には鈴原発の計画が明かしてありました そして今現在 石川原発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 那事實上我所在的石川縣能登半島 過去曾經有一個珠州核電廠的計畫 那現在這裏也有一個支援核電廠 まず石川原発 すいません まず鈴原発のその予定地の現場 そしてその後は石川原発との関係で 今回の能登半島地震の教訓について お話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っています 所以今天我要先跟大家分享一下 過去我們住中核電廠預定地 它現在的現狀 還有在這個核電廠 以及現在能登半島發生地震之後呢 我們得到的一些教訓 今回の地震の後 日本全国の皆さんから すずに原発はなくてよかった そして地下原発は13年間止まっていてよかった そういう声をたくさんいただいています 那在今年的1月1日發生 能登半島大地震之後呢 其實全日本很多人都有提到 還好珠洲沒有核電廠 還好核電廠已經停止了13年 まず鈴原発についてお話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今回の能登半島地震 能登半島の沿岸150キロの活断層が動いたと言われています 那事実上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們珠洲核電廠 它預定地的狀況 那在今年發生能登半島大地震的時候 事実上在沿岸150公里的火断層 它是有發生移動的 六番島地震が最初に動き始めた震源 そこはかつての関西電力の予定地高谷のすぐ裏の山です 那事実上它發生的震央呢 就是在過去關西電力原本要預定 來蓋核電廠的這個廠址的後山 そして中部電力が予定地 中部電力の予定地の時計からも 大体7キロ程の距離のところです 而且它距離當時中部電力 預定在核電廠的4家這個地方 大概也只有7公里遠 まずその時計の予定地の状況 今回の地震の前と後について お話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那先跟大家來說明一下 就是當時中部電力 預定地4家這個地方 在地震前跟地震後的一個改變 この写真は地形の予定地のところです 予定地の前には綺麗な入江が広がっています 那大家可以看到地震前 在4家的這個預定地 它的前面就是一個很漂亮的一個海岸 そこが今 余震の予定地のすぐ真ん前のところも 岩場が大きく広がり 陸域が拡大しています 那現在在地震後呢 就在這個預定地的正前方 它其實就有很多這個 預定地隆起 然後造成很多淹石的裸露 もう少し拡大してご覧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この左下の写真のように 露心の予定地のすぐ真ん前には こういう大きな岩場が今広がっています 那這是近照的照片 那在就在我們這個 這個流星預定地前正前方的一個海岸 它就已經出遍大片的裸露的岩石 予定地のすぐそばには 慈恵漁港という港がありますが 防火堤のところに行きますと 1メートル近い流気が確認できます 然後就在這個4家預定地的旁邊 它有一個4家漁港 那在我去跑到這個防波堤這邊來拍照 可以看到它整個地勢是隆起的 大概1公尺 次に関西電力の予定地 高谷について紹介します これが高谷の地震の前の予定地の写真です 那這是湾西電力預定地高屋 在地震前的一個照片 ここが今ご覧のように 大きく流気をして陸域が広がっています 那右邊是地震後 可以看得出來 它預定地一帯有大幅的隆起 而且陸地區也擴大了 ここも高谷の漁港ですが 私の身長よりも高い2メートルほどの流気が確認できます 那這也是在高屋附近的一個漁港 可以看得到地勢的隆起高達約2公尺 比我的身高還要高 船の位置が大きく下に行っているのが 分かりいただけるかと思います 那大家應該可以看得到 漁船的位置降的很低 表示這個地勢是隆起了 この隆起は地震の直後 数秒で一気に上がったと 起こったという風に言われています 那據說這個隆起呢 是在地震發生後幾秒內突然隆起來的 有機問題については後でまたお話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が まず鈴の原発計画の経過についてお話をします 那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隆起到底會造成什麼樣的問題 那這裡先跟大家說明一下 當初駐州核電廠代表 鈴原発は関西電力、中部電力、北陸電力、三電力の共同開発として進められました 那這個駐州電廠呢 它原本是關西電力、中部電力、北部電力、三家電力公司的共同開發案 1000萬キロワット構想というのが当初語られていました 100萬キロワット級の原発というと10基ほど作るという そういう大規模な計画でした 那這個電廠的預計規模非常大 它預計要蓋1000萬キロワット的電廠 那是輪廢要蓋100萬キロワット級的基礎石座 計画の詳細は 今日は時間の関係もありますので詳しくは申し上げられませんが 住民の反対運動で2003年に計画は 凍結、事実上の電力会社の撤退となりました 那細節的話因為時間有限、就不在這邊詳述 那因為居民的反対運動 所以它在2003年這個計画就歸零了 私たちは市場選挙をはじめ 私も県議会議員選挙を4回戦いました それから市会議員の選挙、県知事選挙など 選挙の度に原発を争点として戦ってきました 那當時不論是市場大選、新議員選舉、市議員選舉 每次只要碰到選舉 都會有永和反核的議題成為很大的爭論的焦点 那我自己也曾經参選過4次 那每次也都面臨這樣的狀況 選挙で常に住民の原発反対の民意を示す 同時に電力会社から土地を守る そして復業権を守るという運動を同時に展開をして 撤退に追い込みました 28年余りの歴史の中で 原発と地震の関係も大きな争点となりました 1993年の原発を大きく争点にした選挙の直前に 野党半島沖地震というのが発生しました 今回の地震の似たような場所 少し北の方、沖合の方が震源でした 那当時的震央呢 跟這一次的地震還蠻接近的 但是比較偏北邊的海上 鈴の中では大きな被害があり 私たち原発反対するグループは こういう大きな地震があるところに原発なんてとんでもない ということで選挙を通じてまた 原発反対の訴えを強くしていきました 那当時呢 珠洲這邊也受到了非常嚴重的災情 所以我們反對蓋核電廠的団体、居民 我們就一直提出這樣的聲浪 在這麼危險的地方蓋核電廠真的是沒有問題的嗎 那就在各立屆的大選當中一直在討論這個問題 これに対して原発推進派電力会社は どういう対応したかと思いでしょうか 那在這樣的狀況下 大家知道當時的電力公司 也就是永和這些人 他們是有什麼樣的意見嗎 こんな大きな地震があったんだから しっかり活断層を調べましょうと それまでは計画を凍結します というのが普通だと思います 那一般來說呢 因為發生這麼嚴重的大地震呢 理論上應該是要趕快的來調查 附近的一個火断層的狀況 然後在調查結果出來之前 應該要先暫停這些計劃 ところが彼らはそういったことは全くせずに 地震が来たって大丈夫 津波が来たって大丈夫 原子力発電所の地震対策は万全なんだ という安全キャンペーンを一方的に展開をしました 可是當時電力公司他們並沒有這麼做 他們反而是不斷地去呼籲說 就算有地震、就算有海嘯、這些核電廠 都是非常安全的、我們有非常萬全的措施 福島の事故を経験した今となっては 到底配ることのできないような そういう内容のチラシが 山のように市内に配布されたわけです 那在發生三一大地震之後呢 像這樣的一些宣傳的傳單 就再也無法發放出去了 因為大家不會相信這些內容 これを電力会社の安全警視の表れだと 主張するのは簡単なことですが もう一つ問題点があります 那這當然是電力公司他們 侵攻了核電廠安全的一個表現 那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存在 実はこの市長線のあった年 後で触れますが 地下原発の1号機が営業運転を開始しました この右側の地図は 市下原発の設置許可申請書に 添付されている資料です 那右側の照片呢 就是當時他們 在提出1号機組設置許可申請書 當中的附件的表 市下原発の周りだけではなく 野戸半島周辺に大きな活断層はない ということになっていたわけです 那當時這張表上的顯示 是說在制和核電廠的周遭 甚至是在能登半島附近呢 是沒有大的火断層存在的 今回のこの元日の野戸半島地震 の150キロモイタという断層も 全く記載されていません 那像今年1月1号 發生的能登半島大地震 有150公里長的火断層移動 那這個火断層也沒有在這張表上 野戸半島周辺の活断層は少ないし短い ほんの少しだけです 那這張表上顯示出來的能登半島附近的火断層 不但少而且都很短 こういう地図をご覧いただけますと これは電力会社の活断層隠しだと思われる方もいます 那所以看了這個資料呢 當然也有人覺得電力公司 他們是完全忽略了 或者是沒有去重視到這個火断層存在 しかしこれは活断層隠しではありません 那其實他們並不是隱藏 なぜかというと この地図は 地震學家他們針對火断層所做的一些調查的結果 也就是說當時的地震學的極限 這些地震學家的知識 就是只有到這個程度 要するにこの程度の地震学の知見の中で 鈴野原発は計画されてきたし 四日原発は建設され 営業運転を開始し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也就是說在這樣的一個地震學知識的不足 或者是它的有限的一個狀況之下呢 當時我們就在計畫來蓋珠洲核電廠 同時開始蓋了支核核電廠 甚至開始營業運転 次に今回の能登半島地震について 話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が こういう風に大きく能登半島の 覆うように活断層は大きく動きました 今回の能登半島地震の教訓 これは大きく二つにまとめることができると思っています 一つは地震のことはまだまだ分からないことが いっぱいあるん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もう一つは地震の災害にさらに原子力災害が 重なった原発震災が起こると もう逃げることはできないんだということです 二つは地震後 如果同時又發生了核電廠的意外 根本無法逃生 まず地震についてお話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先來說明一下地震的状況 私は地震の専門家ではありません 私はこれからこの地震が起こった 能登の住民の一人の感覚として お話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実は今回の野都半島地震が起こる前 三年半前から私の住む珠洲市では 軍発地震が続いてきました 最初の頃は震度1とか2くらいの小さな揺れが 時々起こるそんな状態でした グループ発地震というのは 火山があるところには時々ありますが 野都には火山はありません そこで専門家の人からは 一過性で終わるだろう しばらくすると この軍発地震は収まるだろうと言われていました ところがなかなか軍発地震は終わらず 専門家の人たちが色々な調査をしました そうした中で 野都半島の地下深くに流体がある それが軍発地震の原因ではないかという指摘が出てきました そういう流体が原因で起こる軍発地震というのは あまり多くはありません ただ日本の歴史の中で有名な松城軍発地震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した その松城軍発地震は大体5年ほど続きました それでも震度5が一番大きな地震で それ以上の大きな地震は起こりませんでした そこで専門家は この鈴の軍発地震もしばらくは続くだろうけれど 大きな揺れは来ないだろう 震度6を超える地震は来ないだろうと言っていました ところが一昨年の6月 震度6弱の地震が起こりました しかし就在前年6月的時候 震度6的地震 鈴市内では一人の方が亡くなり 鈴市内では大きな被害があったわけですが 専門家の方からは なぜ震度6弱という大きな揺れになったのか メカニズムは分からない こういう声が聞こえてきました その後 地震は続きますが 次に専門家の人からは 地下の流体がもう増えなくなったので 間もなく収束するだろう そういう分析が出てきました それが去年の3月のことです ところが5月5日に震度6強の地震が起こりました 鈴市内では亡くなった人が1人 そして住宅の全壊も40棟ほどありました 専門家の人からは さらに強い地震が来るかもしれない そんな声も漏れてきました この間の経過をお聞きいただくだけでも 専門家の方の発言 住民から見ると 一体何を信用したらいいのか 信じればいいのか 分か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が 分かるかと思います さらに大きな問題があります 市下原発の2号機は13年間停止中ですが 北陸電力は再稼働に向けて 国の審査を受けているところです 北陸電力は その審査の中で この野党半島の沿岸にある活断層 長さ96キロという評価をしていました 私はもしこの活断層が動くようなことがあれば もう奥の戸は壊滅するだろう ただそういうリスクがあるならば 市下原発は絶対に再稼働させてはいけない と言ってきました これが北陸電力の評価ですが 実際は今年の1月1日の野党半島地震で 150キロの活断層が動きました 96キロではなく150キロです 国陸電力の評価とどこが違うのかを説明します まず西側市下原発の沖合の方にも 活断層は大きく伸びました この西側の方にも活断層あるというのは 北陸電力は把握していました ただここは連動しないんだと そういう評価をしていました そして規制委員会も連動しないという 北陸電力の評価を指示していました 北陸電力の方にも 西側の活断層は これらの活断層は それらの活断層の方にも これらの関係がありました 日本の原子力、規制委員会 もちろん電力の方にも それらの活断層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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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が その佐渡の方向に 大きく活断層は伸びました 東尺市場有一個 左渡島 この活断層は 朝着左渡方向市場 その活断層は 延伸 実はそこを 佐渡の方には NT2、NT3という 活断層があることは 北陸電力は確認をしていました しかし 連動する可能性すら 検討していませんでした 原子力規制委員会も 連動の可能性を検討しろ という指示もしていませんでした そして原子力規制委員会 也沒有要求 北陸電力公司 去検討 考慮 断層連動的可能性 電力会社にとっても 原子力規制委員会にとっても 全くノーマークの連動が 起こったということです そしてもう一つ 地震学者の人が想定性ないことが起こりました そして 地震学者にとっても 地震学者にとっても 想定性が起こった状況 四日原発の すぐ北側 9キロほどのところに ある 峠川南岸断層というのが 今回の地震に合わせて 連動して動いたという見解があります この図体を言うと 緑色の震源断層から 20キロほどの距離があります 日本の地震学者はこれまで この5キロほど離れたところまでは 連動する可能性があるから 検討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言ってきましたが 20キロも離れたところの 活断層が連動するというのは 全くの想定外です これについてはまだ専門家の間でも 議論は続いていますが もし連動して動いたということになれば 日本中の原発中間にある 活断層の審査をやり直し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思います 当然 距離20キロの断層 是不是真的 發生連動這件事 還需要再確認 但是如果 這個事情是真的 那就表示 日本所有的核電場周遭 只要是距離20公里的火断層 都有發生連動的可能性 都必須要重新經過審查 以上の話からも なので 地震学にとって まだまだ分からないことが いっぱいあるんだということが 分かりいただけるかと思います 所以根據這些說明 大家應該可以清楚了解到 目前我們地震學的一個極限 この元日の野戸半島地震の後 次 私が何を一番心配しているかと言いますと この野戸半島地震で 3年半前から続いてきた 一連の群発地震、地震活動が 終わりになるのかということです 事実上在1月1日發生的 東半島大地震之後 我其實還非常擔心的 就是 從3年半前開始發生的 這個群發性地震 是不是真的到這裡就結束了 次の大地震に向けて 新しいカウントダウンが 始まっているのではないか ということを心配しています 那這會不會是 一個下一個大地震的 一個倒數計時的開始 それは素人の私だけが 心配しているのではなく 東北大学の 東大神治教授の分析でも 次の地震が 起こりやすくなっている という指摘があります 那這不只是 我一個門外犯的一個擔心 那事実上 東北大學院 藤敬二教授 在他的調查研究班中 他也有指出 事実上下一個大地震 可能發生的一個活動的力量 其實是存在的 今回の野戸半島地震は 内陸型の地震としては 日本で観測されている中では 最大級の大きな地震です 那這次の野戸半島地震 以内陸型地震來說 是在日本觀測史上 最大規模的地震 この大きな内陸の地震があった影響で 今回動いた150kmの断層の 両側に新しい歪みが生じている そういう指摘です 那他指出 那他指出 這次發生大規模的 內陸型地震之後 有一百五十公里長的 火断層發生了移動 那這個火断層的兩端 事実上也產生了一些扭曲 東側の方には 柏崎カリワ原発があります 那在東側就有這個 柏崎易雨核電廠 そして西側の方には 四火原発があります 那西側有支火核電廠 そちらの方の 断層が動きやすくなっている という指摘です 那也許這兩個地方的 這個断層、断層、水上 都已經處於很容易會移動的 一個狀況 実は先ほど 四火原発1号機の 作った時設置許可申請書の 地図をご覧いただきました 那剛剛我們給大家看了一個 支火電廠1號機設置 當時的一個資料地圖 ところが今 北陸電力の断層評価の 地図はもう全く変わっています 那現在北陸電力公司 針對這個火断層的 評估的地圖 已經跟過去完全不一樣 四火原発の沖合にも 大きな地震を引き起こすことが 想定される火断層が 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那在支火電廠的 支火的海上呢 事實上有很多 可能會引發大地震的 一個不断層 ここに書いてある マグニチュード 7.6、7.1 といったこの数字は 北陸電力の評価です 那這邊寫的 這個瑞士規模7.6、7.1 これらが連動すれば さらに大きくなる可能性もあります 那如果這些電断層 它們互相發生連動的話 那這個規模可能會更大 北陸電力は連動しないと 言っていますが 今回の野都半島地震を考えれば その評価も正しいのかどうか 疑問に思えてきます 那當然北陸電力公司 它是否定這些断層 之間會互相發生連動 可是看看今年1月1日發生的 能登大地震 那這個評估到底是 不是正確 其實是存疑的 さらにシカ原発の周り 海の方だけではなく 陸域の方にも 活断層はたくさんあります そしてさらにシカ原発のすぐ近く 1キロほど離れたところには 福浦断層というのがあります 事實上在直後電廠 離它很近的地方 大概只有離1公里左右遠 它就有一個福浦断層 沖合すぐ目の前の4キロほど離れたところにも 活断層が確認されています 而且在距離4公里左右的地方 也有接近確認有福浦断層的存在 シカ原発は作る時には こういう活断層はほとんどないんだ ということで計画が進められてきた ですが 今実はこれだけたくさんの活断層があるということが 北陸電力も認めざるを得なくなっています 那在直後核電廠当初の 概一号機的計画当中 在我們直後核電廠周辺 它是說沒有活断層的存在 可是現在呢 北陸電力公司已經不得不承認 在直後核電廠周遭 事實上有很多活断層的存在 活断層のことが全く分からない 中で作られてきた シカ原発というのも恐怖ですが これだけの活断層が明らかになっても やめようとしない そういう北陸電力 あるいは国の姿勢も恐怖でしかありません 今回のノト半島地震は大きな地震でしたが シカ原発が一致しているところは 実はギリギリ大きな揺れを免られました このノト半島地震は非常に大きな地震 しかし直後核電廠周辺は 運気が蠻好的 正直後核電廠周辺は最嚴重的災禁 ノト半島地震の震度は7だったんですが シカ原発のところは震度5強でした そして北陸電力はシカ原発の基準地震度 基準地震度は600ガルですが 今回の地震では399ガルと想定を下回っていました そして北陸電公司 他当時對中核電廠設定的基準地震数 地震遙動は600ガル 那這次のノト半島地震は399ガル 想定を下回っているから 那シカ原発は全くトラブルが起こらなかったのかと いうと実はそうではありません 那這個地震的遙動呢 遠低於北陸電力公司的預想值 那所以這就表示 直後核電廠完全沒有問題嗎 想定を下回る揺れでしたけれど 変圧器が壊れて大量の油が漏れて 外部電源が入れれなくなりました しか原発は停止していますが 使用済み核燃料がプールの中に貯蔵されています 外部電源を入れて冷却し続けなければなりません そのプールを冷やし続けるための ポンプも一時故障して動かなくなりました しか原発は13年間停止中だったので 今使用済み核燃料の温度もかなり下がっています だから助かりました 那因為核燃料電廠已經停止13年了 所以它的用過燃料池的温度 事実上也已經沒有當初那麼高 又稍微降低了 所以在這次的大地震發生的這些狀況 還能夠保持沒有問題的狀況 これ以外にもたくさんのトラブルがありました 那除此之外事実上也發生非常多的一些意外 次に少し角度を変えて地震の問題をお話しします 那接下來我們換個角度來說明地震的問題 能登半島というのは地球の歴史で見ると地震が起こって流気が繰り返されて今の形があります 那事実上呢 我們如果從地球形成的角度來看 能登半島它的形成就是因為有地震、地殼隆起 然後不斷的循環這樣的過程之後才形成了能登半島 極新時代でも地震が起こって流気が繰り返されていることが確認されています 那即使在這個比較新的時代當中 我們已經有確認到它其實就是不斷的發生地震 然後不斷發生地震、然後隆起一個循環的結果 死火原発が建っているところも70万年前、80年前あたりはもう海でした 那在滯火電廠它的所在地呢 事實上70萬年前它大概也都是一片海洋 今死火原発が立地しているところは20メートルほどの高さがあります 問題は今一番左端の地図が私たちの知っている能登半島の姿ですが これが完成形、終了形なのかということです 但是問題就在於目前我們看到最左邊的地図 它是目前我們所知道的能登半島的狀況 可是這個就是最終的狀況嗎 今回の地震では死火原発から25キロほど離れたところ これは黒島漁港というところですが 私の身長の倍以上高く隆起をしています 那這次發生能登半島之後呢 在距離25公里的黑島漁港 可以看得到出現的是我身高2倍以上的一個隆起 こういう隆起が今回死火原発を襲わなかったのは 本当に幸運と言わなければいけません 那這樣的隆起呢 這一次沒有發生在滯火電廠所在地 真的只能說是lucky これから死火原発が稼働している時に こういう隆起が起こらないという故障は全くありません 而且沒有人能夠保證日後 滯火電廠恢復運轉之後呢 絕對不會有這樣的隆起發生在電廠所在地 これは死火原発の図ですが 隆起が起こると問題点 心配し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ことは2つあります 一つは冷却水の取水ができなくなるということです 那第一個呢 就是沒有辦法去抽冷却水 そしてもう一つは この敷地の地盤自体が傾いて 施設が壊れてしまう あるいは中の設備が壊れてしまうということです 那第二個問題就是說 地層可能會發生傾斜 因而導致建物甚至於建物内部的設備受損 日本の基準では 2000分の1の傾斜が目安となっています それ以上の傾斜が起こるようなことになると 原発は壊れてしまう、損傷するという そういう考え方です 那在日本的基準當中 它是可以容許2000分之1的一個傾斜 如果這個傾斜超出這樣的一個基準的話 建物或者是裡面的設備就會受損 隆起というのは 綺麗に水平に、垂直に上がるとは限りません 而且所謂的隆起呢 它不一定是很整齊的垂直的朝上隆起 皆さんの前にテーブルがありますが 四人の方がそれぞれ角を持って 同時に持ち上げる そういう隆起が必ずしも起こるとは限らないわけです 也就是說我們以目前的桌子來說的話 如果四個人去抬著四個桌角 然後同時的用一定的力量往上抬 那會是一個垂直的一個隆起 可是地震的隆起並不是這樣 傾きができる、あるいは凸凹ができるということは 十分想定されます 那可能會有傾斜、甚至會有凹凸不平 これは日本の原発の建設する時の隆起の想定ですが 例えば四下原発の場合は 20cmの隆起しか想定されていません 那這張表就是日本的各個核電廠 它在蓋的時候 它們去預估當地的地層可能發生的一個隆起的程度 那以石川縣治和核電廠來說 當時它只預估到可能發生有20公分的隆起 これは日本と台湾も含めたところの地図ですが 台湾もたくさんの地震が起こっていることに私はびっくりしました 那就是包含日本と台湾在内的地圖 那我其實也很驚訝 台湾竟然也有這麼多地震 単純に比較はできませんけれど 面積だけで言えば 台湾は日本の十分の一ぐらいです 當然不能做一個單純的比較 但是簡單來看 台湾的面積大概是日本的十分之一 ところが大きな地震は日本の十分の一よりも遥かに多く起こっています 但是在台湾發生的強震の次數 並不是只有日本的十分之一 是更多的 さらに台湾にはたくさんの観光地 綺麗な景勝地がありますが そこは多くの場所が 隆起も含めて地殻変動で作られたということを 私は学びました 而且台湾有非常多的風景維盛 可是這些風景維盛地 可能都是因為隆起等地殼變動所形成的 地震の問題のまとめをお話ししたいと思いますが これは野津敦史さんという地震の専門家の方のコメントですが 地震による強震動の研究はまだまだ発展段階にある 日本の国内でも阪神淡路の地震 あるいは東日本の地震 あるいは熊本地震 いろんな大きな地震が起こるたびに 地震学者は新しい知見を得ました そしてこれからもいつどこでどういう大きな地震が起こるのか そこは分か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です 地震学はそういう新しい大きな地震にこんな地震も起こるんだということがあって どんどん発展をしてきましたし これからも発展していくということです 地震学は残念ながらこれから先に起こる地震の予測はできません 野津先生はこの活断層の補強振動の研究は 原発の安全を確保するには 現段階では不可能だということを指摘しています 野津教授提出了一つの想法 就是要活用目前強振動的研究結果 去保證核電廠一定是安全的 この在短階段是不可能的事情 次に避難計画の問題についてお話をします 次に避難計画の問題についてお話をします 避難計画の問題 今回の野党半島地震では 仮に原子力災害が重なっていたら もう逃げられなかったというふうに 多くの人が感じています 日本の避難計画は こちら台湾の方とは多分違うんだろうと思いますが 少し説明をさせていただきます 日本的避難計画可能跟台湾不太一样 我来跟大家説明一下 福島の事故の前までは 重大事故は起こらないということで 原発から10キロ圏だけ 念のために防災計画を作ります ということでした ところが福島の事故が起こり 重大事故は起こり得る そして放射性物質大量に放出される恐れもあるんだと 可能性があるんだという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りました そこで原子力災害の重点区域を 10キロから30キロに広げました そしてこの30キロの中で 2段階で考え方を分けています このピンクのところ 原発から5キロ圏は重大事故が起こって 全面緊急事態になったら 放射能が放出されているかされていないかを 確認するまでもなく直ちに避難です そしてグリーンのところ 5キロから30キロ圏のところは 重大事故が起こって全面緊急事態になったら まずは屋内退避です なぜ一斉に避難しないのかというと それは30キロ圏の住民が全員一斉に避難すると 大渋滞になって避難する時間が さらに多くかかってしまう そういう考え方です そこでこの30キロ圏のところは 放射線量が一定の基準になると それに応じて避難区域を決めて避難を開始すると そういう計画になっています そういう計画は先到室内避難 然後等到放射線外泄到一定程度 他們就會指定避難的区域 然後大家各自朝自己的避難区域去移動 避難と屋内退避を組み合わせて避難計画を実行していく これが日本の基本的な考え方です 所以在避難的計画当中 他也包含了先到室内躲避的 這樣的一個對策 那就是日本的核電廠意外的避難計画的想法 ところが今回の能登半島地震が起こりました 地震災害と原子力災害が重なっての原発震災が起こったら さあどうなるんだと避難できるのかというところが 今問われています 可是這次發生能登半島大地震之後 其實大家就在問了 那萬一同時發生這種核電廠震災 也就是又有地震又有核災的時候 真的有辦法避難 有辦法逃生嗎 一つ一つ細かく申し上げる時間はありませんが 今回の地震でこの能登は 大きく道路が崩壊しました 那雖然這邊我們沒有時間詳細的跟大家來說明 不過這一次發生能登半島大地震的時候 我們的道路是嚴重受損的 通行不能の場所が達散できて とても車では避難できない という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りました 那很多地方都沒有辦法通行 也就表示大家是沒有辦法透過這些移動運具車輛去避難 それから道路が通れない時には 海から避難するということが今までは言われてきました 那如果道路不通呢 那我們就走海上吧 這是到目前為止的想法 だけど半島の南側は津波の被害があって 船は入れませんし 住民も港には近づけません 大津波警報が発生されて 港から離れるようにという指示があります 可是這次在地震發生的時候 我們在能登半島南側 它事實上也有發生了海嘯 導致說外部的船隻也沒有辦法接近能登半島 然後呢 因為發出了海嘯警報 所以當地的居民也沒有辦法接近港口 それから半島の北側の方は 先ほどご覧いただいたように 大きな隆起があり 船は出返りできません 然後在北側的地方呢 就跟剛剛跟大家說明的一樣 因為發生了很多隆起 導致船隻是沒有辦法進出的 さらに空からの救出 これも孤立集落 小さな集落が孤立してしまうところが多分ありましたが そういうところには 船も入れません 着陸できませんでした 那這樣的話 路以上也不行 海上也不行 要走空中好了 可是呢 這次的地震 事實上也發現到 有非常多的孤立的聚落 可是這些聚落呢 即使你想要用直升機去救援 直升機也沒有辦法降落 陸上からも 海からも 空からも 避難はできない という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りました 所以這一次的 能根半島大地震 就讓我們知道 陸海空的避難途徑 都是不可行的 それから屋内待避についても 今回多くの住宅が 倒壊をしました 那另外 在避難計画當中的 先到室内躲避 這樣的一個想法 在這次大地震 當中 很多房屋是全島 或者半島 建っている家も 戸や窓が外れたり 傾いて隙間ができたりして 屋内待避をして 放置に当たる自治体の職員 あるいは消防、警察、自衛隊 そういった人たちも 地震の対応、津波の対応、火災の対応などで手一杯です そこにもし原子力災害が重なっても 例えば要素材の配布など 誰もそういう作業に当たれる人はいません それから今回のこの大きな地震で NOTOは全国からの多くの人の支援で 今支えられています ここにもし原発事故が重なっていたら 全国からの支援も入れません 野党は孤立し、住民は閉じ込められ そこで被爆を強いられる そういう恐怖を住民は感じました それでも日本の原子力規制委員会の山中委員長は この原子力災害対策の指針 避難計画のもとになる指針を変えようとはしません 日本の岸田政権は 今年もいくつも原発を再稼働していく予定でいます 日本の岸田政権は 予定今年要再陸續重新幾座核電廠 避難計画の加担やその元になる原子力災害対策指針を 見直さなければいけないということになると 再稼働は進められないからです なぜなら なぜなら 今回の野党半島地震の教訓を改めてまとめてお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一つは地震学滑山層審査の限界ということです ところがその限界を認めない原子力規制委員会があります それからもう一つは避難計画 そして原子力災害対策指針の破綻 その破綻を認めない原子力規制委員会がいます この原子力規制委員会は 国民の安全、住民の安全を守る組織ではないということが明らかになりました 由此可見原子力規制委員会は 並不保護国民 最後に私たちは地下原発を止めるために この元半島地震の教訓を生かして これからも運動を頑張ります そんな中で今この台湾の動きにも大きく注目をしています 台湾は日本と同じ地震大国です そして経済的にも社会的にも文化的にも たくさんの交流がある国、地域です 台湾がもし原発なし、脱原発を実現できれば アジアで初めてということになります 台湾がもし原発のない社会を目指す運動に取り組む 台湾の取り組みは大きな目標となっていきます 来年5月17日原発が全て提出する日を共に祝いたいと思いますし その流れが絶対に変わらないように 私たちも一緒に取り組みをしていきたいと思います 今日はどうも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台湾が本当に期待台湾が明年5月17日に 正式迈入非核家園です また5月17日前にも 大会の変化にもっと変わることができるようになります 今日は皆さんのご覧いただき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ありがとうございます 非常感謝 四川県前議員 比利益先生这么精彩的一个说明报告 其实这个也非常 给我们印象非常深刻 也是帮助很多 接着就是我们请 飞和亚洲论团日本事务局局长 佐藤大舰 萨托先生 来做一个核电场的危险 20分钟的一个888 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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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船 大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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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日本の佐藤大輔です 短く話します 大家好 我是來自日本的佐藤大街三島 我會簡短的來進行説明 福島原発事故の後に 後の日本の原発の状況 外境大まかな様子を話します 福島核電廠以外之後 日本核電廠目前的一個概況 福島事故の前は54基の原発がありましたが 今日現在動いているのは12基です 福島核電廠以外之前 日本有54座核電機組 その12基は西日本にあります この12基は日本西部にあります 次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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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目前有在運作就是關西電力公司的這個美兵大半高兵 九州的玄海和仙台 四國電力的伊方 這就是十二基 全部是福島原物和核水型 都跟福島電廠不一樣它是屬於壓水師版有 再往上一眼 前往上一眼 那這些地區的居民事實上都非常努力的在推動反核 那福井縣也跟我們一起在推動反核運動 那裡面其實有很多老舊機組 所謂的老舊機組它就是運作已經四十年以上的機組 因為它的這個壓力容器可能已經發生脆化了 而且它的配管可能都已經腐蝕了 然後管理變薄電纜還有它的這個 它們都已經腐蝕了 所以周遭的居民它們才會積極地在反對這些機組的演繹 那希望能夠讓這些機組早日退役 那次 那是OK 各地的住民たちは 今現在是BWR 沸騰水型炉 這是福島原物和核水型炉 沸騰水型炉 再稼動に反對する運動 那另外呢 各地的居民目前也都努力的在推動反對這個BWR 也就是飛水式反應爐重啟的一個運動 那福島的核電廠它用的就是飛水式反應爐 同時呢它們在推動反對的運動 宮城県の小永川原発 新潟県の柏崎海原発 茨城県の東海原発 これ老朽ですね 40年以上 然後島根原発 那另外呢 它們也在進行這個 那它們之所以會反對的理由是因為 這些在沒有發現 活斷層的這些地方 都看不起來 那麼它們之所以會反對的理由是因為 這些在沒有發現 活斷層的這些地方 常常也发生大型的地震 原発は新しい住宅よりも耐震性が低い 而且核電廠的抗争能力比新的房屋还要低 避難ができない 先ほどの北野さんの報告で これら明らかなんですけれども 北野さんはこういった日本各地 日本全国各地を 今年44回も公演して回っています 北野先生の報告当中 其实大家也都很清楚的看到这些状况 事実上北野先生 他也在全日本44个地区都有举办相关的演讲 みんな北野さんの報告を 公演を聞いて学んで それを理由にして 原発反対運動を全国各地でやっています 大家听了北野先生的报告说明之后 也增进了自己对于核電廠的了解 然后在各地来推動反核运动 今日は北野先生の45回目の講演です 那今天是北野先生第45場的演讲 新しい原発に反対する運動は 北野山口県の上関岩岩井島 ここで42年間 住民たちはずっと今まで原発に反対して 計画に反対してきました 那另外在日本的山口上 关注到这个地方 42年来 居民一直反对 蓋新的核電廠 第四元末の根料と同じ42年間 那跟这个我们的供料 核電廠一样 就是42年的历史 那次なんです レクスト はいOK 日本では高レベル 放射性廃棄物の処分所は まだ決まっていません 那在日本呢 还没有确定 这个高放射性 高阶核废料的一个储存地 台湾など世界中 多くの国もそうです 那不是只有日本 包含台湾 全世界各国 其实也是一样 日本では高放射性廃棄物の募集を開始 2002年から22年が経過しましたが 现在三箇所で 調査の第一段階が進行中です 那从2002年开始 募集高阶核废料储存 长值以来 已经过了22年 那目前日本是 针对这三个地区 正在调查 选址的可能性 那这样的调查 它会历史二十年分三的阶段进行 那但是我想 结果应该不会是 在这三个地方 那另外呢 用过核废料的 这个暂时储存地呢 应该会是 在下个月 8月9月 在青森县的 牧子市开始 那就是在下个月 8月9月的时候呢 薄奇异域 核废料的 用过核废料 会开始 运输到 这个仿中基地 那接下来简单 跟大家报告一下 有关于 核废道核废料意外 那要整个 把它处理解决掉 大概要 推估要花一百多年 那实际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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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核废料的碎片 那预计是在八月 下个月开始 他们会用 这种所谓的 钓鱼竿的方式 从这个左边的 虚线的入口 把这个竿子伸进去 把里面的 融毁的核碎片 拿出来 第一次预计是 拿三公克 在这个意外发生之后 一开始 其实有六万人 被迫离乡避难 那目前 据政府的资料 是只剩下 两万六千人 还在避难 可是事实上 还没有办法 回到这个避难 指示区域里面的人 其实还有七万两千人 next 福島原発事故以来 300人以上の子供たちが 甲状腺癌を発症しました うち200人以上が 手術を受けています 而且在这个意外发生之后 已经有300位以上的儿童 他有得到了 这个甲状腺癌 那其中200人 是有接受受数损 在一地 子供甲状腺癌訴訟 というのが 22年一 被告は東京電力で 原告は7名の 当時の子供たちです 所以 在2022年1月27号的时候 我们已经提起 一个诉讼 也就是311 儿童甲状腺癌訴訟 那被告就是 东京电力公司 原告有七位 福島事故の汚染水 の海洋放出に反対して 在20年から23年まで 世界の24国の311団体が共同地主催をして 署名運動をやって国制署名をやって 8月27日に集まりました 那而且反対将 福島核電廠的汚染水 排放到海洋的 这样的一个国际連署的一个反对 运动呢 它是在2020年到2023年 总共有311个团体 24个国家来参与 8万7千人 签署 在亚洲各国 10个国以上で 様々な抗議構造 抗議アクション 行われました 右下は各国 右下各国 漁船 而且在2020年到2023年间 在亚洲有超过15个以上 亚洲等地有超过15个以上 以上的国家都举办了 相关的抗議的集会活动 那刚刚右下角照片 是在韩国的漁港 比加川州论断は30年間で 次 nex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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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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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我们的这个NNAF就是飞和亚中的论坛呢 在30年内已经举办过20次 通過這樣的論壇 我們彼此交換資訊 共享經驗 採取共同的行動 互相學習 互相鼓勵 這是在日本 第二屆是在韓國 三屆在台灣 那第三次在台灣舉辦的時候 事實上有三十位日本人也來臺共享聖舉 包含了今天出席的北野先生 高牧先生 跟北野先生 北野先生 はい次 これは敷地内ですね 私です 然後這張這個就是我 那這是在和練場區裏 再往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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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年には台湾で アジアフォロンを行われ 菱川州論壇を行われました 2019年也在台湾舉辦的 菱川州論壇 次 次 去年 韓国 25年には 5月に 台湾で開催しようという 計画予定になりました 目前我們預計是希望在 明年的5月能夠在台湾舉辦 下一屆的論壇 今回 ヴァン declar 庵 ней 長い 他對於台灣的想法,就是在他過世之前。 太陽原物的場面非常有意義的事是恥ずかしい。 他很懷念當時在這個和四場前面的海洋裡面游泳的這樣的一個經過, 那麼也很高興台灣能夠進入非核家園。 在2022、2005、2010年他都會因為參加這些非核論壇等等的活動來到台灣。 那他也很高興能夠為非核台灣進入一些力量。 最後就是,亞洲各國其實都應該向台灣來學習台灣的反核運動。 而且希望能夠跟台灣一樣實現非核家園。 我們必須要盡早地讓全球的這個核電廠時代進入終結。 以上就是我的說明。 好,我們來感謝獨特親憲這個精彩的演講。 他也是會有亞洲論壇的重要推手之一。 那我從那個資料裡面也看過,他去共有去世期次法。 記得四五、六次以上。 對不對? 好,那我們接著。 接著就是請那個台電核能化電廠的副處長。 讓張毅委員副處長講一下,報告一下那個, 達佛電廠的抗政規劃跟設施。 還有,去向日本的這個,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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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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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來現場的委員會, 這樣的,這些,這個,這個集團。 除本機關也能夠予以協助 我們知道我們台灣的河山廠 在幾天前就順利停機 當然在過去的四十多年裡面 台灣的河能電廠 只有小小的一些沒有很重大的意外產生 我們在這邊要感謝這些台電的員工 還有相關的主管機關 包括經濟部還有原能會 大家盡心協力 確保在地震帶上面的核能電廠 能夠這樣運轉到今天 目前只剩下河山的二號機 我們希望能夠順利 在明年的五月十七來停止運轉 這也是剛剛兩位日本朋友他們的期待 我想已經準備好了 好 那就請 台電核能發電處副處長 張副處長 主持人 各位貴賓 大家好 我是台電核能發電處副處長 那接下來就由我來向各位報告核能電廠的耐震 那我從五個部分來介紹 首先呢就是很簡短的說明 日本能根半島在今年元旦時候 它的地震對自賀核電廠的影響 接下來再說明我們核電廠目前在地震前中後的一些人員處置的方法 第三個部分呢是在建造核電廠最初的安全設計 第四個部分則是我們在安全設計之外 目前台灣的核二跟核三廠 它對於耐震方面做了哪些提升的一些行動 最後做一個很簡單的結論 在今年的1月1號日本能根半島 它發生了震度7級的地震 那離震央最近的是自賀發電廠 那當初的兩部機呢是在停機近期檢查當中 另外比較遠的部分是搏擊一羽的核電廠 當初地震發生的時候 第一部機到第七部機總共七部的核能發電廠也是在停機檢查 那至於在比較遠的部分呢 有美兵、大販、高兵這幾座核能發電廠都是壓水式的 當初在地震的時候呢都是正常的運轉 這張投影片的資料是從日本原子力規制委員會裡面 它公布在網路上的資料能把它整理出來 在地震發生的時候呢 開關廠變壓器以及用過燃料池進水桶有一些狀況 其中呢開關廠它有一條五百千幅的線路不能用 但是因為它還有其他的電源線 所以它的外部電源和緊急電源都得到保障 不會對用過燃料池等核能安全問題造成影響 那地震過往到目前為止 之後核能發電廠呢 它也做了一些的強化的檢修動作 就是將使用了移動式的變壓器提供手續的電源 進行變壓器及開關廠設備的更換 那地震當初呢發生的時候呢 有三個變壓器分別露出了三千六百 一萬九千八百以及一百公升的絕緣油 那是漏油的原因是因為它的管路連接處有損壞 那在地震發生不久就已經後續完成了清理維修 而且它的變壓器也切換到基礎原本就有的備用電源變壓器 所以用過燃料池的冷卻沒有受到影響 那電廠呢它也做了一些強化 所以它將變壓器的散熱器結構塗起來 而且只是側邊排水溝內有水分離草的設置 那地震當下呢 這個用過燃料池它雖然有漏出一些水 但是這些水呢都已經被處理完成 確定沒有放生性物質外式的侵蝕 進水口有三公尺的海嘯 但是因為他們的電廠的廠子本身就是高於海平面11公尺 而且他們另外還有安裝了4公尺高的海平 所以對他們的電廠設備沒有造成影響 剛剛是在講日本製賀核電廠 那現在我們這三張投影片會來講 我們目前台灣的核電廠在地震前 地震裝分地震後會有什麼的措施 那地震前 因為我們是美國設計的核電廠 所以在電廠當初呢 我們依照美國核管會很嚴格的防震設計來建造出來的電廠 所以說我們的設備以及的建物結構都十分的強化 而且我們也有設計在強震時候機組可以自動停機的一些裝置 那在商轉之後呢 我們的結構會定期的執行每五年的檢查 那如果再發生天災呢 天災之後我們也會做相對應的程序的檢查 那經過檢查部分之後的結果 如果有不符合標準的我們會立即檢修 那列化的狀況呢 我們還會縮短我們等檢查周期 那在居安思維的一些情況之下 我們雖然是在正常運傳 但是我們也是依照美國核能協會彈性且多樣化處理策略指引 來被躲可稀釋的緊急救援設備 而且我們的人員每年都會跟相關單位及核安會定期的進行地震的應變演練 那地震發生時呢 我們有三班二十四小時經過嚴格訓練的運轉員 他隨時都在控制室去操作我們的設備 他可以立即反應將我們的機組帶到安全的狀態下 而且呢隨時檢查我們機組的運轉參數 那我們值班人員也會立即做設備的巡查 這是人的操作部分 在我們的設備的部分呢 地震發生的強度如果他達到觸發地震以動作的情境 我們地震裡面他有監視系統 他去驗證這個不是誤動作之後 我們會盡速的進行像相關的單位像管制單位啊 做地震通報 那地震以動作有分兩種 一個是弱震以動作一個是強震以動作 如果他的設定是達到強震以動作的情形呢 會有兩個情形 第一個是還沒到自動停機設定的強度 那我們機組就正常運轉 會執行我們原有設定很多的程序要做檢查 那如果達到我們自動停機設定的那個強度 我們的機組就會自動停機 達到安全的狀態之下 那地震之後呢 我們會確保我們的機組都是在安全的狀態下 那如果有一些設備的異常 我們會做一些應變的處置 接下來我們的兩個情境嘛 地震以後一個是正常運轉 一個是自動停機 那正常運轉我也有相應的程序書 來做一些結構的檢查 那安全停機之後 我們會對是否機組有影響 如果有影響 我們當然要做一些維護的動作 而且我們做盤點 對於他整個的狀況 來決定是否擴大檢查及測試 來預作機組恢復運轉的準備 這一張投影片是在講 當初我們核電廠在建造時候的一個設計準則 設計準則就是 確保維族體及燃料完整性 而且不會有放射性物質的外視 那如何防止放射性物質的外視 我們有五層屏障 就是燃料完 燃料護套 反應乳壓力槽 生物屏蔽的鋼板 以及圍族體的包風 那整個設計的概念就是採 深度防禦 分散布置 多樣性 多重性 失效安全 那如何 這裡有寫說會建於炎盤之上 那炎盤之上的解釋 我再下一張投影片來說 當地震發生時 震源他會把這個強度先透過炎盤 然後地表層 到我們地表表面上的一般建築物 我們的核電廠為什麼要建在炎盤上呢 是因為地震波穿過炎盤 傳播到軟地表時 政府會被放大 使震動增加二到三倍 那核電廠它是直接蓋在炎盤上 所以它的震動會比地面上的一般建築物小得多 剛剛那兩張是在講 40年前建造核能電廠時候的安全設計的基礎 那經過了三四十年 我們科技不斷的進步 還有發生了一些新的事證 發現了新的事證 或者一些新的事件之後 我們在整個核電廠的強化方面 也做了很多的加強 這種叫做超越設計基礎 那我們在100年 核安會有對我們執行安全的總體檢 102年邀請歐盟OECD以及核能署的 來對我們台電的核能電廠做壓力測試 經過這兩次的體檢之後 他們對了我們台電做了很多的指示指導 那我們都做了很多相應的處理 建立了多重後備資源 購置了多樣移動式設備 那這些的行為我們可以 強化的行為我們可以分成三個面向 第一個就是基礎特定重大事故之一 這講的是什麼呢 就是說 我們現在經過了四十年後 我們發生了很多當初我們原始設計沒想過的事情 所以我們現在就想了很多的情境 就是說以前沒想過的 假如發生了這件事會怎麼辦 假如發生了超過設計基礎的地震怎麼辦 洪水怎麼辦 海嘯怎麼辦 針對那道路都不通怎麼辦 那飛機沒辦法降落怎麼辦 針對這麼多的情境 我們設計了很多的劇本 就是發生了這個情境以後 我們要怎麼應對 那發生了大海嘯我們要怎麼應對 所以這種我們叫做基礎特定重大事故之一 那這種應對的方式 你一定要很多的設備跟人員的訓練 所以我們就增加了很多後備的多重電源 後備多重水源 還有增加一些用過燃料池的救援 聽購了很多的救援設備 因此強化了一些耐震能力跟防海嘯能力 那我們怎麼去強化我們的耐震能力 那首先我們在2007年的11月 我們的核電廠就增設了強震自動停機的系統 那以往我們的設計基準是達到0.4G之安全停機 但是我們這個自動停機系統把它變成一半 你到0.2G的時候我們就自動停機 將我們的機組帶到安全的狀態 那後來在2012年地調所它有公佈新的發現的三角斷層還有橫村斷層 根據這個地調所發現的這個新的斷層的施政 我們執行了耐震餘域評估的補強 將我們的耐震能力從原本建造的0.4G提升到核2 0.677核3 0.72G 那之後呢因為我們是美國設計的電廠 那美國它的核管會也對美國的電廠方面也得耐震能力 當然他們也做很大的要求 那他們有一種叫做美國地震危害分析資深專家委員會 就是這個SEC就是美國它對它的核電廠就是要求要遵守SEC Level 3的評估去強化的耐震能力 所以我們台灣也就遵守 依照美國SEC Level 3的這方面 在2020跟2021完成了ESEP的耐震補強 那目前核2的耐震能力已經提升到1.272G 核3是提升到1.384G 那去年我們依照地震風險度評估 這些都是美國核管會它對它美國核能電廠的一些要求 那我們都是也依照參考這方面來做 完成了地震風險度評估 那評估的結果呢核2跟核3符合標準 目前我們完成了分析的結果送核安會的審查 還有國際的同業評估都目前正在執行 去年的9月我們也完成了核2跟核3廠用過燃料池的耐震評估 目前這個耐震評估的結果已經獲得核安會的核准 不需要再進一步的補線 最後呢就是說我們台電公司它會繼續的收集地震液體 及各國核能管制單位的相關資料 先看看自己也看看別人 繼續精進我們相關強制應變程序 提升核能電廠耐震於確保核能安全 我的報告結束 謝謝大家 好 同學部司長的報告 那接著就是 接著那個 是不是核能安全委員會 主任秘書 各位報告的 還有那個組長 還有經濟部 你們接著還是有你的這個報告 經濟部 聽大家說的 OK 我們歡迎核能安全委員會的王主任秘書 謝謝 施教授 還有葉會長 還有與會的各位女士先生 大家好 在這邊請代表核能安全委員會 感謝各位先進對於核能安全的支持與關心 核能電廠在面對地震等自然危害的防護能力 是核安會管制的重要的項目之一 在運轉期間 核安會要求台電公司 必須針對於地質新市政及國際經驗 重新評估核電廠的地震危害及耐震性 並依照結果進行補強來強化核電廠的耐震能力 確保耐震的安全性 針對如何確保國內核電廠的耐震安全 台電公司剛剛已經特別提到了 在這邊緊從核安會 就安全管制的角度 就耐震安全的管制作為 向大家進行一個說明 核電廠運轉期間 核安會針對耐震安全 採取多項的管制措施 例如要求台電公司 增設核電廠強正自動急停裝置 當地震已增測到地震加速度超過安全停機 地震二分之一的設定值十 反應爐就會自動停機 這個部分也在民國96年的時候已經上線了 針對三角斷層跟橫層斷層 再列為第二類活動斷層的新市政 核安會在民國98年的時候 要求台電公司 執行核電廠耐震安全 再評估進行作業 進行地時調查 並依調查結果 分析地震的危害 再依分析結果 進行安全停機系統 包括相關的廠房結構 設備耐震餘域的評估 台電公司依照評估的結果 在103年6月完成的三座 核能電廠的耐震強化作業 在日版福島事故以後 核安會在國內電廠的安全總體檢的部分 要求台電公司 針對複合式的災害 進行全面的檢視 從應變程序的硬體設備 採取各項的精進及改善措施 來強化我國核電廠 因應類似福島事故的安全防護能力 在安全防護部分 在耐震安全部分 核安會在要求台電公司 依照美國核管會認可的作法 進行地震危害分析 資深專家委員會 也就是剛剛 台電公司特別提到的 炫核的程序 邀請國內外的專家 來重新評估各核電廠的地震危害 並以評估結果 再進一次的檢視 耐震任性 目前台電公司正進行 機率是地震安全評估報告的同行審達作業 檢視可再強化之處 以降低地震風險 核安會也會要求台電公司 在完成地震安全評估前 先參照核管會認可的業界導賊 依學格的程序 重新評估所得到的地震反應譜 進行安全停機系統 包括相關的廠房結構 管路設備 以及用過燃料池的完整性的耐震評估 台電公司陸續在109年到110年間 依照評估結果也完成了強化 正在台電公司所提地震危害 及耐震評估的相關報告 核安會也會邀請會外的專家 組成審查小組進行嚴格的審查 確認符合國際間的做法 相關安全審查報告也會上網公布 台電公司進行現場設備耐震強化時 本會視察員一位進行現場查證 確認強化作業的符合品質 有關今年1月1日日本 能登半島發生7.6的地震 造成滋賀電廠變壓器受損的情形 核安會要求台電公司 藉由日本此次的經驗 評估回饋至國內電廠的相關設施 以強化因應地震防護能力 核安會也會持續關注日本 核安管制機關原子地規制委員會的管制 以及電廠復原的狀況 最後核安會作為核能安全的主管機關 將本於專業跟職責 嚴格執行核能電廠的安全管制 也會監督台電公司 持續依照地質新市政經 國際經驗滾動檢視 確保核電廠的耐震能力 符合安全要求 為民眾的安全把握 謝謝 謝謝 好很感謝各位的王主任秘書 謝謝 那接著是不是經濟部還是 還是我 還是那個啦 還是環環代表發言之後來對話 這樣還是怎麼樣 這樣啊 可以提問嗎 等一下 因為民眾給我的這個 schedule上面是寫的 經濟部 你要不要講一下 不用啦 OK好謝謝 那我們就跳到那個 環環代表發言這邊 然後有對話的時候再對話這樣 就不用拘泥語按照這個來 就是接著這樣 然後就做個討論 然後其實合在一起好了 那這樣的話那個 那個環環代表我的名單裡面 是從我們的林誠斌教授 他是 楊木某 好 楊木某你是總幹事還是會長還是什麼 你投錢蠻多的 那個布條是他掛的對不對 對 對啦 OK好請開始 邁國某 邁國某 來這邊講 你要不要先儲擋 那把門怎麼就直接儲擋 我剛剛聽那個台語 他也不講說是那個停機系統 根據元南會 99的研究 他經過設計之後還要去測試驗證 結果我們那個主委說 主委講說評估 核安會 對 核安會 核安會 所講評估 那跟你的報告 測試跟驗證 你現在你的那個核電廠 核二場經過 核安會 核安會 測試的結果就是 那個地震危害是1.272 然後核安是1.384 你這個指正確嗎 你為什麼根據說美國核管會說 欸他們用那個地震危害評估 就 危害分析 自證委員會用 Shake Level 3 但是美國國家 標準 委員會是建議用 Shake Level 4 請問一下你們為什麼不用Shake Level 4 美國地質調查所說 為什麼美國採用Shake Level 3 就是因為它價格比較便宜嘛 這是 美國地質調查所的公開文件 英文版的 幾個當字我還都認得 所以 英文會 核安會 軟部嘛 請問一下 陳東陽先生 在 2022年的 第17屆 隔止管理器設施安全諮詢會 他當主席 當時在審核這個地震危害在評估 國家地震中心的人講什麼 他說 Shake Level 4 Shake Level 4 是透過多個 Level 3的技術整合小組 以確保人 因誤差不會對 結果造成影響 且 Shake Level 4 Level 3 程序 程序 程序所需之專家品質及數量 皆有較高之要求 請問一下 這個陳東陽當時的主席 是現在的核安會主席嗎 主委嗎 是同一個人 他早就知道 用Shake Level 3做的 他會有人因錯誤 而且 那些專家的數量跟 那個資格 是較少的 那我們核安會的 這個 陳東陽主席在幹什麼 他在2022年就知道這些問題 他還放任 台電公司 要 不嚴謹的程序去做 我們的地震危害在評估 然後 來這邊講 台電來這邊講說 我核2可以耐震到1.6272 核3可以耐震到1.384G 完全都是在騙大家 美國核廣會沒有說 要求核電廠是用那個Shake Level 3 叫不嚴謹的 是因為他們的一個APPLY 美國的電力集團 自己建議的 他就怕那個高成本 那我們的原人會怎樣在搞 我再說明一下 我曾經在檢察員工作 當時 為了調查這些Shake的事情 我跟建委報告 說請台電把這些Shake Level 3 屬於做的結果 送到檢察員來 就是說他送給原人會省了 結果我們台電公司 都故意送英文版的 那個監委的這些人 就是說檢察員那個業務處的人 助理都看不懂 但是因為我有去參加 他旁聽過Shake Level 3的審查 在原人會 後來我就跟建委建議 你去跟那個原人會 調那個中文版 後來原人會才乖乖的說 有中文版 台電最後才把中文版送到檢察院來 那經過幾番的調查之後 是來完的行文之後 那個業務處的人都了解了 Shake Level 3、 Level 4這些問題 所以今年5月11號那個監委 就請那個業務處 後來我知道 就請那個業務處 那個主辦小姐 因為她來往太多次了 去寫那個調查文 調查案有 所以台電公司 就想辦法不讓你知道 Shake Level 3的內容 連檢察案要調都不給 我甚至透過台電的那個董監 要求那個做的那個國政中心說 你們把這些資料 我可以詢問一下 那個國家地政中心嗎 國家地政中心 我甚至在展覽場 遇到那些人 問他們 他們都沒說了 沒跟你說了 這麼重要的東西 沒跟你說 所以今天我看到台電那些報告 真的是會氣死人 第一個 你為什麼不比照瑞士 瑞士就用Shake Level 4 去做他們的那個地政文案再評估 那我們為什麼用Level 3 到底真的 這個核二廠 核二廠的三角斷層 它在海裡面的部分 在海裡的部分 它到底它體核結構怎麼樣 第二 它的地政的再生率怎麼樣 我們這些都沒有答案 然後就這樣說 我們那個算出來 評估出來 是1.2727 你們知道哪時候那個三角斷層 海裡的部分哪時候會錯動嗎 這個是我問Shake Level 3的一個專案小組 一個中央大學的一個教授跟我講的 所以我覺得這個事情 原人會應該徹底的要求 台電公司 應以更嚴謹的Shake Level 4的程序 重新再去做 再評估 就是說 我們那個地政危害的再評估 這才是方法 不要用這些假數據 這些數據是真實的嗎 應該是再評估 再來告訴大家 說我們的核電廠在強陣之下 會不會 會不會 我會覺得 這是應該做的事情 不要再用這些假數據来騙大家 謝謝 好 謝謝 楊慕央先生 你很認真 也不要太大聲 這個生氣 虛弱會飆高 保重一下 那這樣子 每一個 那個 方高大人在大家講五分鐘 那最後就是 如果 這邊你能夠回應 就回應這樣 或者做參考 我也聽到阿伯伯伯 有說法你怎麼回答我不太知道 不過沒關係這個是對話的 然後再來是 我想先請兩位日本外賓 坐到紙上面來 我們原則上 就請環保團體的代表 三到五分鐘講一下 我想說為了節省時間 差不多三位之後 我們再請我們相關的主管機關回應一下 我們希望在我們預定的時間內來完成 好,來,我依主先講 滿頁 報告你的大名,蔡律師 我是台灣南野新竹生態協會的蔡阿瑩律師 那我今天真的是非常感謝兩位日本的貴賓 就來跟我們分享日本的經驗 因為台灣很多支持核電的人 他們會以日本已經發生核災 可是還沒有放棄核電 作為支持核電的理由 但是我們非常的感謝你們的分享 讓我們知道 即使像日本發生核災後 許多的政客跟商人為了利益 沒有放棄核電 但是非常多的民眾是因為核災而受苦 包含那些得到假狀腺癌的小朋友 或是失去家園的人 那也很感謝你們的分享 讓我們理解到說 你核電廠蓋在斷層附近 事實上是承受非常多的很高的一個風險 只有趕快把它停下來 甚至好好的處理才能夠安全 那台灣雖然說即將 就是說我們現在只剩一部核電廠 即將邁入非核的狀態 但是我們也面臨到說一些不放棄的 還想從核電身上撈錢的一些人 他們希望說讓核電能夠繼續的延續 想要去修法 讓我們非常的擔心 事實上台灣的三座核電廠都面臨 都離斷層很近 核三廠是活動斷層直接通過 核一二廠也距離活動斷層都不到八公里 非常的靠近 那我們台灣有非常多地震的經驗 可是我們人民很少把萬一地震發生的時候 同步發生核災會有什麼樣的後果 把它聯想在一起 那我非常感謝北野先生今天的分享 讓我們知道說 當你地震發生的時候 你要承受地震的災害跟傷害 你要同時應付外面還有輻射線 躲在家裡也不是出去 出去被輻射忽然 躲在家裡的話 又可能又地震又垮下來的各種的痛苦 那我很感謝你們的分享 那你的分享裡面也有提到說 日本的核災前是 那個避難範圍是10公里 核災後就是說 實際上你們的避難範圍是到了30公里 可是台灣在湖島核災前 我們的避難緊急應變區是5公里 核災後只檢討到8公里 其實過去在立法院有提過 要跨超過30公里以上 可是因為台灣的大量的人口 都住在核電廠附近 所以這個提案就不了了之 那我看到 聽到你們的分享 我真的覺得那些想要支持核電研議 想要讓台灣延長風險的那些政客 還要去思考 如果你要讓我們承擔這樣的風險的話 其實那避難範圍應該要把它擴大到一個合理的 至少不能低於日本 而且要提出真正有效的避難計畫 而不是說發生核災的時候 就讓這些範圍內的30公里內的居民去受死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 我想要針對台電有提寫問題 希望稍微記一下 台電的部分我想要提幾個問題 一個是你的簡報裡面有提到說 那個核電廠的耐震度 核二跟核三有提升到一點 就是有提升 那我想問的這個提升是 所有的設備都提升到那麼強的耐震度 還是只是部分的重要的安全設備 也就是說像管線這些比較 就是一些比較脆弱的小設備 但是他如果一旦出使管線斷裂 事實上也可能引發核災 宅這樣的有提升到嗎 因為過去我們在讀那個 有一本書叫核電功能的最後遺言 他裡面就有提到說 核電廠對耐震的重視 大部分都集中在像反應爐這些重要的設備 可是管線是沒有辦法提升到很大的耐震 可是在強震的時候 有時候出問題的是 是一些管線是一些小的設備 像剛剛我們看到 到那個日本的地震 其實也是變壓器大量的肉油 其實我們知道電壓器肉油也是很危險的 河山廠以前好幾次失火都是變壓器肉油 所以我想知道耐震是重要的設備補強 還是說連包含管線這種 雖然可能不叫做最重要的設備 可是他一旦出問題也是會引發核災的 是所有東西都補強到那麼強嗎 那第二個不好 我很高興台電在簡報第15頁有提到說 你們有收集各國的資料 那我們很希望 我相信你們收集的各國資料裡 理論上應該要包含全世界各地選擇 哪些地方可以蓋核電廠 哪些地方不行 這些選址條件的資料 那是不是可以整理好 提供給那些支持演藝的立法委員 或反對演藝立法委員參考 因為我們認為 如果其他國家根本不能蓋核電廠的危險場子 那就不應該要讓台灣能承受說 別的國家不會去蓋核電廠 當初蓋的時候是知識不足 經驗不足 也不知道有斷層 搞不清楚處於危險性 現在隨著科技的進步 隨著我們看到很多核子事故的經驗 那些過去不該蓋核電廠 不小心蓋了核電廠的地方 我們希望台電收集了這些 其他國家的選址標準 給立法委員參考 然後來作為台灣要不要演藝這件事情的考慮 那如果真的要演藝的話 也應該要在演藝修法之前 先修法要求 別的國家不能蓋核電廠的地方 他就不應該要演藝 然後第三個是 因為看到日本這樣經驗講到那個海嘯 我想要知道的是 過去我們看以前圓能會的資料 圓能會曾經要求台電必須在核一二三廠 加上蓋海嘯牆 那當時我讀到的資料 台電說核一二廠都快要除疫了 不需要花那個錢不想蓋 那我想不行 台電回來後來到底有沒有蓋 蓋 我了解應該是沒有蓋 但是如果說 因為現在在討論要不要演藝 我認為如果要演藝 台電應該要誠實的告訴我們 如果要演藝的話 還要花多少錢 多少時間去改善我們的核電的安全 那第二個部分 我們是想要針對核安會 就是說 核安會過去 就是過去有討論說 有把那個 緊急疫變區放快 那我們希望核安會 是不是如果說 假設地法院真的想要研議的話 我們希望核安會能夠提出 把我們的那個緊急疫變區 去擴大 至少不能低於那個日本的30公里 那再次 核安會其實在福島核災剛發生的時候 曾經提過 那時候是圓能會 提過核子損害賠償法的一個修法 當時最大有三大修法的重點 第一個是要把重大天災免則刪除 因為我們都知道 台灣最有可能發生核子事故的其中一個理由 就是重大天災 結果最後那天災發生的時候 居然不用負責任 這是很荒謬的事情 當時圓能會提出要修法 引了一些國際的公約 那如果現在要討論研議 是不是這個法律也應該要先修改 免得發生核子事故 是我們求償無門 那我們的法律還非常不合理的是說 最高上限賠償42億元 當時圓能會提議要提高 可是我們認為根本就應該要取消 剛剛日本發生核子事故 並沒有一個賠償的上限 該賠多少 損害多少就賠多少 那為什麼我們國家的命比較不值錢 我們國人的命比較不值錢 居然有一個準賠上限 當時修法的討論也有說要取消 後來也是不了了之 那第三個是時效的部分 我們剛剛看到日本發生核災的時候 很多小朋友得到癌症 癌症有時候是潛伏一段時間才會發病 那時效也應該要取消 因為這種事故 有可能在幾十年後 小孩子變成大了 然後還得到癌症 這些時效也應該要取消 所以我們認為應該在核子 研議修法之前 要把核子所愛媒相法不合理的地方修改 那再來是第三點是我們希望核安會 在研議修法之前應該要提出 因為我相信你們過去一定也有像台電剛剛講的一樣 有收集世界各國的資料 我們希望能夠完備台灣核電廠選擇的條件 就是說雖然我們即將賣入非核 可是如果想要研議延長我們的風險的話 其他國家我們要求 其他國家不能蓋核電廠的地方 台灣就不應該允許研議或新蓋核電廠 再來是我們希望核安會也能夠去提案修法 如果真的一定要研議的話 我們認為研議也應該有補半環瓶的機制 因為我們現在環瓶 當初核電廠蓋的時候 核一二三廠都沒有補半環瓶 後來的環瓶也只針對廚藝做環瓶 沒有想過要研議一件事 那過去礦業法已經有礦業權展現 要補半環瓶的一個機制 或礦法有補半環瓶的一個機制 所以我們認為核電也應該要有這樣的機制 最後我是要針對沒有任何話要講的經濟部 經濟部我覺得你不應該對核電這件事太過沉默 現在8月3號下禮拜就要開氣候變遷的一個國家會議 我們認為經濟部對於氣候變遷 應該要積極的去推節能或推能源管理跟儲能 還有再生能源 而不是拿這種高風險的核電來傷害國人 經濟部我們希望你態度更 你應該要有非常多的意見 而不是沒有意見 謝謝 我們感謝蠻野蔡律師這麼快速的一個發言 那接著這個我們的綠盟 秘書長 崔出去 幫他按誰 林恩斌 林恩斌教授 他是環盟的思維 謝謝 主席 主席 各位 大家辛苦這樣 剛剛那個師老師在一開始的時候也是有特別謝謝 而且就是說事實上 不管說大家對這個走向近年碳排這些能源的部分 有一些不管是朝有一些拉扯 但最後在兼顧我們想要的核安核廢的情況之下 那在上個禮拜7月27號還是順利的讓這個核山廠的一號機能夠停機除役 那這40年來雖然歷經很多的大大小小的事故 但是終究我們還是有驚無險的把它停機 那也希望 也希望在明年的5月17之前 同樣的在不管是這個核安會 那台電各個同仁的努力的情況之下 那我們也可以很平安的停機 一起攜手的邁向這個非核的家園 那當然今天兩位日本的沙土長 還有這個北野建先生 來分享這一個能登半島的一些經驗 那我相信不管是在台電的這個核安的人員 或者是說我們的核安會的這個主管 我相信也都很關心這個地震的狀況 那剛好有這樣的機會 有分享的一些經驗 那我剛剛有聽到一些 也希望說想了解一下 那在國內是不是有注意到這樣的訊息 要做一些相關的這個因應 那第一個的話就是說 當然這個台電這邊的話 當然講對地震的這些環物 我相信一般的工廠運作在安全的這些維護的程序都有 那當然那個北野建先生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事實上在他們年1月1號發生地震之前的三年多 就事實上就有一些群發性的地震 那我相信當然我們這個核電廠有一個地震的偵測 那是為了 為了說有一些變動的時候 對不對 我們緊急的停機 那不曉得就是說在我們政府的各個單位 包括氣象署的地震的側報 是不是同樣有跟核安慰這邊 台電的核電廠這邊 有建立了一個 建立一個相互的聯繫或警示 那有這些狀況之後 是我們有一個機制 真的有回饋 所以去像在日本的這方面 就請一些專家去了解這些群發性的地震 事實上是不是真的只是一個能量的釋放 還是說它有一些變化 進而的不要去忽視這個狀況 不是說我今天真的突然有一個大地震的時候 然後狀況無法預測 那另外的部分的話 當然他有提到就是在這個地震學的研究 那有他的盲點 所以有時候都是有新的事 正在回頭來看 然後再去解釋 所以有很多很多不預期的狀況 那剛剛我們的地震的型態 事實上有很大的不一樣 剛剛可以看得到就是它的地震的型態的不同 所以可能有一些錯動 那這個都可能會造成很大的問題 那當然我們每次大概都是跟大家講說 應該都不會有什麼狀況啊什麼的 那另外的話我剛剛聽到那個台電還是有特別提到 就是說它的電廠是蓋在這個岩盤之上嘛 當然也曉得說軟質地層可能會造成這個放大的作用 那那個放大的作用不是到了上面 你只有這個岩盤的硬軟 到底它的區域多大 事實上對我們來講 我們大概基本上都是軟質的岩層 也許在最上面的地方比較什麼的 所以那個放大的效果應該也要特別的注意 這可能不是說我今天說我就是這裡 我是會選這邊 在這個區域事實上在大範圍的這個岩層都是屬於軟質的岩層 當然你會在最上面的這個選一個比較 比較堅硬的地方 那這個放大的作用還是要特別的注意 那另外的話 對現在在談的耐症 那可是這邊 福島發生了這個複合式的這一個 症災、核災、核災一起的複合式的災難 那不曉得就是說 我們一直在challenge就是說 這個不管現在聖恆春 河山場2號計在運作 那也許也就到明年5月17號 那在這個過程當中 是不是還有另外的一些補強 雖然也是不能那個輕忽嘛 希望說在這一年內 我們可以順利的平安下莊這樣子 好 好 我以上先這樣 謝謝 好 謝謝 那我們接著是否請陳馬利 陳立委 請 首先 謝謝 我們從日本來的朋友 還有佐藤大介 還有北眼鏡兩位夥伴來到我們這邊 那在這邊呢 我想就是說 也是想要跟這個 日本的朋友講一下 我們現在所在的地方 離核一廠是27公里 然後離核二廠是23公里 所以其實我們離這個核電廠的距離 真的都非常的近 這邊是立法院 所以這個部分也先跟兩位 在國外的夥伴跟你們報告一下 那其實呢 在日本福島之後呢 我去過日本三次 去過福島三次 有一次還是跟那個王俊秀老師一起去的 然後有一次是跟那個 蔡加菲和亞洲論壇 然後有帶我們去到這個福島 還有一次是跟環保團體一起去的 所以呢我們其實是會感覺到 就是說我們在這個福島的這個地方呢 我們看到那個地方的災後的現況 滿震驚的 甚至也看到了一些的房子就是空空的 然後人就搬走了 然後也看到很多的山豬 在山裡面跑來跑去 沒有人會 沒有人會去抓山豬來吃 所以我想是說 這個也是會讓我們看到了福島那邊的狀況 甚至還有一些的這個污泥呢 是被覆蓋起來的 這樣子的現象 所以今天也很高興就是說 有得到一些的更新的訊息 剛剛在報告裡面也提到就是說 原來日本的核電廠有54座在運轉 可是呢現在只剩下12座在運轉 所以這個也是讓我們覺得是說 往這個非核家園去的這個方向 基本上應該是非核亞洲論壇的一個共識 但我們現在也看到這個台灣先達到 然後日本大概也很快的 也會再往這方面去移動 那我在這邊也是會希望就是 能夠提一些的問題 比如說像日本 它因為福島的那個海域非常的大 所以就是說日本人很愛吃海產 那日本的這個海產的這個部分 你們因為魚在海裡面游來游去的 所以它可能游的範圍就比福島的海域還要更大 那你們在那個地方對於這個福島的海產的一個對待 是怎麼樣的一個情況 另外呢因為我們台灣呢現在也要 也有要說要開放這個進口 福島那個地方的一些的產品到台灣來 那我想是說日本的經驗 也許也能夠給我們做一些的參考 那另外呢我想要問一下我們台灣的這邊的單位 就是說因為我們也知道 和一廠跟和二廠附近有一個很大的金山鑽城 那金山鑽城當然就是說像就是七星山 大盆山這些我們大概就是平常在那邊會覺得還不錯 因為就是說能夠在那邊好像那個地方有這個什麼熱水啊溫泉啊 還有冒一些冒一些火山的這些東西 可是呢對於這個和等安全來說的話 我們就覺得非常的不安全 甚至我們現在也看到了 我們核廢料還是放在和一廠跟和二廠裡面 所以呢這個地方的這個儲存 或者是說我們和一和二廠目前 他的這個對於我們的金山鑽城 過去做了哪一些的一些的補強 今天我也得到的一些訊息 就是說我們從1900年開始 我們台灣有三萬多次的地震 然後呢七級以上的就有二十次 所以這個東西其實在我們台灣等於是說 可能這方面的訊息我們政府跟我們宣導的不夠 所以呢我今天從日本夥伴這邊得到這樣的訊息 我也覺得是非常的驚訝 就是說我們七級以上的地震都有二十次這麼多了 那我們國家在這個部分還要來發展 還有人要提出來說還要發展核能電廠 我都覺得到底我們台灣的這個未來 會是整個台灣的毀滅呢 還是說我們其實還有一些其他的出路 可以再往這一方面來做進行 那我也很感謝日本有提出來 就是說你們最新的一個就是對於避災的一個概念 就是說其實避災的時候最好的是說現在室內避災 那這樣子的話能夠讓營秀的團隊 或者說我們在外面不會造成交通打劫 我覺得這個也是非常好的 所以呢我想是說也許我們台灣的這個相關的單位 在做這一方面的這個規劃的時候呢 也可以多跟日本這邊多多交流 甚至的也可以開放一些的民眾 他能夠來做這樣子的一些的參與 那最後我想要講的是說我們核一核二核三場運作到現在 四五十年了 我們真的還沒有發生很大的一個核災 真的也是偏有台灣 然後呢我們就講是說今天開始的時候 我聽到這個北野靖先生提到就是說 還好能登半島的這次的大地震 還好沒有核能電場在這個地方 所以我想說真的是大家要互相的鼓勵 然後也互相的看看能夠有什麼地方 能夠再繼續的讓我們能夠更加的精進 以上謝謝大家謝謝 好好謝謝 那我們接著是不是有綠蒙是 他是我們的雪梨 好我們與江花協會的前會長 也是環蒙的那個職位 首先謝謝兩位日本朋友 那個今天我們聽到很多寶貴的消息 就是說從日本的觀點來看的話 台灣現在這幾個核電廠其實也是處於同樣的這種危險之地 那我們很慶幸就是有非核家園這樣的一個政策 那麼也即將就是快要達到完全的處意 那這裡呢我想特別提醒就是因為到目前為止 台灣還有很多政治人物 立法委員甚至包括一些學者 關心這個台灣的愛台灣的人士 他們還是覺得說應該要啟用核電 那他們的想法呢 也許跟日本的一些這個 Decision Maker 他們的想法也是一樣 就是說核電好像是一個低碳能源 而且是一個低價能源 那這兩個想法其實都是迷思 那我這邊有一些數字 就是說以美國的情況來講的話 事實上他們現在那個聯邦 就是各個州政府補貼那個核電廠的那個金額呢 已經達到2300億 不對不好意思 我先把這個資料找出來 就美國在那個州政府層級 他有19座核反應爐 他補助的這個資金大概是到2030年 要超過150億美金 就大約是4500億台幣 此外 聯邦政府還為每度電補助 達到那個台幣5塊錢一度電 也就是說核電其實一點也不便宜 而且剛剛提到的這些成本 剛剛提到的這些成本還沒有包括儲藝 跟事故的那個責任的費用 那麼以事故責任費用來講 這裡有一個數字就是輔導事故所導致的損失呢 到目前為止大概是2230億美元 這個數字可能我們日本朋友有更新的數字 絕對是不會少於這個這個數的 那麼如果說以廚藝的費用來講 事實上到目前為止 美國都還沒有辦法 他經過40年他的那個永久處理廠呢 至今還是難產 所以核廢料只能分散處理 那麼核電廠現在 美國的核電廠現在的那個 永久處置廠 他有一個就是reserve 的那個費用 目前累積到9800億 那麼即使擁有儲存廠的那個歐洲來講 他現在估計他的廚藝費用 也是要達1200億歐元 所以就是說這個廚藝呢 費用其實是一個天文數字 那麼剛剛這些數字來講還不是封頂 因為其實他那個永久儲存廠的這個設置呢 在美國是地點都沒有決定 在歐洲呢是還在實驗狀態 他並不是一個定案 所以他最後的數字是什麼 現在其實是沒有人可以講的 那所以這兩個數字都沒有算在他目前的這個 尤其像台電公佈的這個核電成分裡面 都沒有包括這兩個數字 那麼再來就是我們說核能不是低碳能源 很多專家已經有一些研究報告 就是說核能的那個全生命周期的這個碳排放 有幾位教授這個數字 他們都有出來 就是平均值大概是66克這個二氧化碳的當量 那麼這個是保守估計 那就是以這個數字來講 就已經比再生能源高三倍到五倍 那麼他們的最高估計是到288克二氧化碳的那個當量 那麼這個就相當於再生能源的碳排放的15到20倍以上 那麼另外就是我們我們台灣的那個張國龍教授 他也曾經做過一個估算 就是核電廠的設置過程中 他排放的碳呢 是超過傳統火力發電廠的碳排放 那麼我們現在如果說繼續在發展核電的話 事實上不管是在他的成本還是在他的碳排呢 都是遠遠高過火力發電廠 所以我們根本就沒有說繼續使用那個核電廠的理由 那麼在這裡就是要呼籲我們8月8號要舉辦的這個 總統府等級的氣候變遷委員會 他要正視這兩個問題 一個是他不是低成本 第二他也不是低碳排 所以我們為什麼還要浪費時間去討論核電呢 這個是完全沒有道理的 好謝謝 好謝謝 謝謝雪梨 沈雪梨的委員的那個報告 那最後就是綠毛 綠毛執行長崔樹欣 請 好 楠楠大家好 那今天非常感謝主辦單位 那也感謝我們從這個日本來的亞洲飛河論壇的主任先生跟北野先生這樣子 那其實核電廠的核電給地震的問題其實我們在台灣已經談很久了 包含我們認為台灣跟日本一樣都是一個地震常常發生的一個國家 而我們也是通常我們過去的核123市場在建廠之前的地質調查 的確也跟剛剛所講的人燈半島一樣 就在早期因為地震區有它的極限 並沒有發現斷層 但近年已經發現了新的斷層證據 不只是核1核2有三角斷層 核3有橫村斷層 核4下面也有一個S斷層帶這樣子 那所以其實的確要重新來檢討台灣核電廠到底是否耐震是否足夠 這件事情我覺得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那可是剛剛我們看到的藤田公司的一些報告 我覺得還是偏於保守 那因為其實在這幾年的新的資料可以看到 就是雖然長期斷層之後有去再做這個另外的評估 看到底是否能夠去做補強 但是我們還是要講這些耐震補強其實無法去掩蓋 核電廠本身耐震規模不足的事實 因為核電廠本身耐震規模 現在的斷層就已經超過原本的耐震規模了 那其實所做的這些耐震補強就會讓大家質疑 這些耐震補強到底做的是哪些部分 它必須要去完全公開 要經過更進一步的探討 而不是說現在說我已經做耐震補強了 所以其實請大家安心 我想現在台灣社會是不能夠接受這樣子 一個這麼淺的一個結論 大家會想知道很多的耐震補強 在國外我們可以看到它是整體 不管是反應爐 甚至是整個建築結構都要做很大的一個補強 那這個價格都是非常非常高的 而不是說我們在裡面只要做一些小的補強就可以了 所以到底做哪些補強 我相信接下來台灣社會如果要討論這事情 我們會需要這些資料公開的檢視 才能讓大家覺得辛苦了解 那我們還是要講說其實能登半島的地震 其實給我們帶來很多新的資訊 這不是過去我們這 從福島核災之後就滿足於現況 而是我們要再看現在能登地震 新的現況來探討台灣現在 目前我們的這些核電廠的耐震 內震性出到底要怎麼樣去改善呢 那其實我們可以看到其實在前兩天 日本的新聞大家如果有注意的話也有看到 就是日本的原子力管制委員會有新的結論 就是不只是這個能登半島的這個電廠 包含這個敦鶴河電廠 也是在福井縣的敦鶴河電廠的二號機組 在反應爐下方有發現活動斷層 所以他認為不符合這個監管標準 所以日本原子力管制委員會 新的監管標準是禁止在活動斷層的正上方 建造核子這個反應爐 所以其實這個二號機可能無法重啟 也無法演繹 其實我覺得這些新的經驗跟新的資料 就必須要引進來台灣 讓我們好好來重新討論這個問題 而不是舊有的這些報告拿來耐震補強 叫搪塞我們 其實這個我想在接下來討論 是非常非常重要 而且我們經濟關臺電 要必須要有更嚴謹的一些 不管是調查或是討論 讓大家能夠來了解 核電廠耐震不足的問題 謝謝 好 謝謝 那現在是 先請我們的主管機關回應一下 先請主管機關先回應 我辦核安會先 主席以及余慧的各位先進大家好 那核安會針對剛才各位先進所提的一些意見跟建議事項 檢要的災要的一些回應說明 那針對核電廠的耐震安全 就是核安會安全管制的重要事項之一 那在國內核能電廠在運轉期間 核安會一直以來就是會要求台電公司 針對新市政以及國際的經驗 然後必須要參與一些新的市政跟做法 那例如國內的三角斷層、恆春斷層 以及日本福島事故發生後的一些經驗 那會參考美國核管會的管制要求 以及美國核能電廠業者的一些做法 那重新評估國內核能電廠的地震危害跟耐震性 那當然會依照結果來進行核能電廠安全提供系統 相關的系統設備、組件等等來進行強化 以及用過燃料池的評估來確保用過燃料的安全 那以及確保國內運轉中核能電廠的運作的安全 那即使目前國內的核一二廠已經進入廚藝 當然因為兩個廠的反應爐內有燃料 用過的燃料池也有燃料 當然要確保用過燃料池的燃料安全 那相關的強化作為也必須要持續來推動 那核安慰本於職責 當然會嚴格來執行核能安全的管制 然後為民眾的安全把關 以上分別 謝謝 等一下 剛剛蔡律師有問到核子事故的緊急應變的範圍 我們有沒有考慮延伸 現在是8公里 對不對 30公里 每次 日本這樣做 那另外這個就是說 賠償的這個 核子事故損害製裝法 我們核安慰現在怎麼看 培場有沒有上限 那個保險會是不是有限制 這個說明一下 主席還有那個 用燃炎警的 shake Level 4 來做我們的核電廠那個 這個回應一下 那個跟那個 回應一下 就是有關於那個 EPZ的部分 因為蔡律師剛剛是講說 研議嘛 研議的 那因為我們現在 現在是那個 核管法的部分 所以說 那個研議的期限 申請研議的期限 都已經戒期了 所以說沒有研議這個問題了 所以說 那個有關EPZ的部分的話 我們就 就持續的 就 照我們現行的措施來去檢討 那至於核廢法的部分的話 目前的話 當時 確實有要 有要檢討修正 然後後來因為 非核家園政策的部分的話 所以說核廢法的部分 就還是凍結在那邊 就才是 目前42億的部分 算數 那個 主密 這個問題你還沒有回答 用更嚴謹的方式 Shake Level 4 來調查我們的地震 我還要評估 你主管機關不能 因為為了讓台電省錢 全美國一樣嗎 好 好 這個 這個 能夠回應嗎 地質調查不是所謂的審檢問題 那 在 日本輔導事故以後 那 我們也有參考 美國的做法 那 美國所有的核能電廠 都是採用 Shake Level 3 的程序 那 包括美國 加州 他是 西部地方 所以他的 地震頻率 也 比較 平凡 那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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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要省錢 就是 魔鬼谷核能電廠 Diavo Kenyan的核能電廠 也是採用 Shake Level 3 的做法 那另外 美國核管會 認為 Shake Level 3 跟 Level 4 這兩個 本質上是沒有差異的 那 他也認為說 兩個的做法 都是相稱的 那也是有 可以得到 等同的效果 那 國內核能電廠 在執行 Shake的程序的時候 國外的專家 也針對 國內核能電廠 採用 Shake Level 3 這件事情 也進行討論 那跟 國內的 國內的 與會的相關的 學者專家 進行討論之後 也認為說 國內採用 Shake Level 3 是非常 是妥適的 以上說明 五星 對不起 我對那個 原農會的 法院 非常不滿意 時間的關係 下次有機會 下次有機會再 那 我們這邊 經濟部這邊 要不要回應一下 主席 各位與會先進 大家好 那經濟部 這部分做個 簡短的回應 那部署的部分 再請台電補充 那第一個部分 當然就是 承蒙 范委員 還有核安會 剛剛長官有說到 那基本上 現在已經 就是都已經過了 研議時間了 那現在就是 核能如果再啟動 那也要就是 有前面幾個前提 包括說 核廢料可能 可以處理 核能安全 跟社會共識 那另外就是在那個 剛剛蔡 蔡允雲、蔡律師那部分 那其實 經濟部 在那個 節能 能源管理 其實電源開發 都有在持續做推動 那三個部分 可能是不能偏廢 那 就是說 在老舊機組 都持續 都退役的情況下 大家都想用電 電廠又不希望 蓋在我家 那 節能 跟那個 能源管理這一部分 可否完全取代去 電源開發 這一塊是需要靠大家的 共同智慧 然後去設法解決 那 另外就是說 在 其實 環保跟 電源開發 就像是在 天秤的兩端 那 如何取得平衡 需要靠我們大家的智慧 我們上報告 台電這邊 要不要要補充 好 好 回你先 主席 還有各位議會的貴賓 大家好 台電公司 一向秉持政府的政策 還有 核安會的管制要求 來做事 對於 有關於地震的議題 台電一定是非常戒慎恐懼 我們也有五六百位 弟兄在分別在各個核能電廠工作 並不會說 因此而輕忽的我們核電廠 耐震的安全 所以相關的程序一定是秉持的 核安會的要求去做 而且是用嚴謹的程序 絕對不會說用假數據來騙大家 或者是怎麼樣 那 有關於那種整個地震的議題 我們也 非常感謝各位議會的來賓 給我們一個指教 我們會去再去思考 因為我們也是 不斷地想要去提升整個耐震的疑慮 來確保我們整個核能的安全 以上說明 謝謝 謝謝 我們在場 還有沒有來賓 沒有發言過 還有沒有來賓要發言一下 最後的一位來賓 我們發言一下 非常高興今天有這個機會 我們來聽兩位專家的一個分享 我個人本來是在交流農工 也不是浩雲 後來就是一位在車肉比的時候 我那時候中央在德國 有半年的時間活在那種高輻射器的環境底下 所以回到台灣之後我就轉行 我現在是做節約能力 平常你講 剛剛的經濟部的這位先生講得很好 其實節約能力在台灣 是一個最值得去推動 我這些年來 一個最大的一個績效就是幫台達電子 在五年之內 節省了50%的能源 各位想想看 這麼一家全球GU的廠商 都還有50%的能源可以把他支下來 所以後來我從2014年幫台達達標之後 這些年來 我七十幾歲 當時我不退休 我覺得節約能力其實是很值得大家去推廣 最近這幾年我幫台灣很多企業 其實重點是在老闆 老闆應該認為說 哎呀 能源的重感太低 這個東西其實是我們一個很大的一個名詞 那所以